书生在林中 结识一美貌女子 夜夜相会并与之结为夫妻 道长却说 她的妻子不是人 今天为大家带来奇幻电影 艳女还魂 宋家和韩家 是门当户对的两个高官门帝 宋小姐和韩公子青梅竹马 并定下了婚约 然而韩家出了意外 韩大人被贬还乡 而韩公子也跟随父亲离开了这里 两个有情人自此天各一方 这一别十几年就过去了 宋小姐因思念成奇 眼看就要奄奄一息 宋小姐的贴身奶妈 立马派人去接韩公子 然而派去的人并没有接到韩公子 原来韩公子早已起乘多日 正揣着一千两还债的银钱 快马奔往宋家 但这个韩公子实在是倒霉 来的路上遇到一伙山贼 不仅弄丢了银两 还差点小命不保 就在他受伤昏迷之际 刚输光钱财的赌徒张牛 路过此地发现了他 韩公子承诺 要是张牛救了他 日后他定会给张牛好处 张牛看他衣冠楚楚 不像普通人家 思量一番将他带回了家 就在韩公子养伤之际 宋小姐因病去世 宋元外也在早年就已经去世 眼看宋家后继无人 于是宋小姐在离开自己立下遗嘱 要让韩公子来继承家产 一日张牛在街上闲逛 看到宋家贴出的告示 这才知道宋小姐已经过世 而眼看这个韩公子就要成为富豪 心想日后他得到家产 必定不会亏待自己 于是赶紧回去将消息告诉给韩公子 催促他上宋家去继承家产 没想到韩公子断然拒绝了 之前的韩父被贬的时候 欠下宋家一千两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归还 如今他又有什么脸面去宋家 就这样韩公子一直没有露面 于是出现了许多假冒 韩公子的贪财之人 其中甚至包括了叫花子奶妈 上一次见韩公子也是在数几年前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韩公子现在到底长什么样 不过他想了一个妙计来考验这些人 让他们去为宋小姐守灵 谁能守到天亮就说明谁是真的韩公子 第一个冒充者一进灵堂 就因为衣服被门夹住而吓破了胆 第二个冒充者揭开了宋小姐的白布 没想到宋小姐居然睁开眼笑了起来 就这样第二个也被吓迎了过去 眼看着其他几人被抬出来 其中几个冒充者打起了退堂鼓 接下来是那个乞丐乞丐一进去 先拿着桌上的贡品吃了起来 这时他发现了美貌的宋小姐 于是见色起意 刚想对宋小姐上下其手 这时宋小姐翻了个身 乞丐受到惊吓昏倒在地上 最后只剩下一个壮汉 他信誓旦旦的说自己才是韩公子 一进入礼堂 他就首先喝了两口酒壮胆 一阵阴风吹来也没能吓住他 喝完酒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准备亵渎宋小姐的尸体 这时宋小姐举起手掐住了他 壮汉一声尖叫后不省人事 眼看这小姐的尸体越来越臭 而且来认领的人全都是假冒的 奶妈心急如焚 为了满足小姐生前的遗愿 她在小姐的遗体前许下愿望后自杀的 此时对宋家财产虎视眈眈的表姑爷 也来到了礼堂 因为奶妈一直妨碍他们继承财产 于是姑爷起了歹心 准备杀掉奶妈 就在她动手的时候 却发现奶妈已经死了 夜里韩公子正在看书 可这蜡烛总是被一阵风吹灭 不知不觉间 韩公子来到了树林 竟然在凉亭看到了奶妈 不过他并没有认出奶妈是谁 奶妈让她跟自己去一个地方 韩公子看奶妈面色和善 也就没有防备 和她一路来到一个临终宅院 宋小姐正在此处弹琴 韩公子有几分诧异 宋小姐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奶妈解释到小姐并没有死 是为了躲避争夺家产的亲戚才假死 那恶毒的唐姐夫竟然想把小姐活埋 他们不得已躲到了这深山中 还在山中找到灵药治好了小姐的病 如今小姐和公子重去 她希望两人能够在今晚立马成婚 韩公子听完不疑有假 他和宋小姐原本就是未婚夫妻 于是答应了奶妈的请求 二人立即在奶妈的操办下拜堂成婚 而此时发现韩公子不见的张牛追了出来 看见韩公子一个人在树林里又跪又拜 张牛正想呼唤韩公子被奶妈察觉变出鬼脸 将她吓跑了 因为张牛的破坏 宋小姐和韩公子没能动房 张牛回家后把这事告诉给妻子 第二晚奶妈又来带韩公子去和宋小姐相会 但因为张牛妻子的跟踪又破坏了好事 第三天张牛夫妻劝阻韩公子千万不要离开房间 为了以防万一还找了巫师来跳大神 为了小姐的好事不被破坏 奶妈露出原形吓走了那些巫师 张牛无奈去找道长求助 道长挖出宋小姐的棺材 韩公子这才相信宋小姐真的死了 道长告诫她继续和宋小姐相会的话 她会被鬼魂吸光惊气 晚上宋小姐又来找韩公子 韩公子再次被诱惑 就在两人侵状的时候 道长将铁钉钉入了宋小姐的棺材 一瞬间宋小姐痛苦不堪 她急忙喊来奶妈 奶妈赶跑了道长 并将钉子拔出了棺材 第二晚奶妈和宋小姐再次来到屋外 可惜门口被贴上了符帚 他们进不去 奶妈只好在门口呼唤韩公子 请求她把门打开 但这次韩公子无论如何也不开门 奶妈用一千两收买贪财的张牛帮忙开门 见钱眼开的张牛啊 想也没想答应了 终于宋小姐再次见到韩公子 但韩公子态度坚决 她质问宋小姐为何要来害自己 宋小姐一听十分难过 哭着诉说自己对韩公子的爱慕 而奶妈也解释道 未出嫁就离世的女子将无法上天 求韩公子可怜他们小姐 满足她的遗愿 韩公子也是心地善良的大好人 更何况宋家本来对韩家就有恩 如今呢 该顿到她来报答了 于是终于答应和宋小姐远房 另一边张牛夫妇拿着一千两打算跑路 中途打开箱子 发现一千两竟然变成了癞蛤蟆 奶妈出现威胁二人 把这一千两拿给韩公子 就会变成银子 如果他们想私吞呢 就会变成癞蛤蟆 原来这是韩公子被劫匪抢去的一千两 是宋小姐为了报答她 帮她找回来的 张牛不敢再贪财 乖乖照做 到这里啊 宋小姐的遗愿终于达成了 和奶妈一起满足的升天而去 《燕女还魂》上映于1974年 剧情紧凑情节动人 讲述了一个阴阳两个 七美婉转的爱情故事 虽然故事情节在今天看来呢 可能相对淡薄老套 但在四十多年前 也不失为让人眼前一亮的电影 人鬼虽然熟途 但也可以产生美丽的爱情 没人规定 鬼就一定会做坏事 电影里的奶妈和宋小姐 即使死后也重情重义 重新定义了鬼魂的概念 鬼魂呢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有贪念的人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